首先我們請到洪敬堯老師 請做講評 好 今天是我們那個母親節的特輯 所以呢 我 我們現在的評分的標準呢 也會幫媽媽打一點分數 就是要取問媽媽嘛 那我覺得今天阿凱 一開始就給我們一段很親民的感覺 很有那個鄉土味的 如果是要以平常的賽事 來評阿凱的話 因為剛剛就是瓜哥跟家綺講說 你的舞蹈跟歌聲 完全是兩回事 但是還是可以把它表演完 那我覺得這個反而在今天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畫面 是會讓父母親 會讓我們看得會很開懷 那我覺得這個效果 在今天我們的特輯是做到了 很棒 謝謝老師 好 劍度呢 我覺得你 連跳這個光昌舞 都可以那麼的帥 那麼的Man 就是一個很 很有型的 一個型男在跳 那我覺得我 聽完 我覺得好像就看完一支MV了耶 就是說 其實你今天聲音的飽和度也很夠 其實他本身這首歌 在原唱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看很多那個 在YouTube上 他其實是經過剪輯的 他的音色也是經過錄音室去錄的 但是我彷彿聽到 建復今天真的在唱的時候 就好像現場在錄CD的 那一種飽和度的聲音 在這樣子的一個舞曲裡面 特別我們今天的Beats 非常的動之動之 那個其實是很電音的 那你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Qoo 跟這樣子的一個力道 來唱這個歌 在這個現場 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棒的 當然我認為 今天不只是我開心 我想我的媽媽會很開心 謝謝你也送給我媽媽 一個非常好的母親節禮物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黃森亮老師請 我覺得 各有不同的特色 我先講阿凱 阿凱這個就 老師好 以前人家說這個 彩音女輕 今天阿凱這個桃紅色的褲子 我覺得特別搶戲 還有最後那可愛的愛心的動作 我再看一下好不好 那個 欸欸欸 對 我覺得如果我是媽媽 我會覺得 哇 這段表演有夠可愛 那今天在爸爸媽媽面前表演 我覺得是特別有意義 而且剛剛看了這一段 真的很感動 就是說 雖然我們大家在舞台上 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表演 但是其實 爸爸媽來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一點 就是說 會有一些感觸在這邊對不對 那 建復的這一段呢 完全就是 另外一回事 就是 完全點完媽媽的少女心的那感覺 帥到不行 然後 我相信如果你到廣場上面去跳這個舞的話 所有媽媽應該就會瘋狂掉了 那 所以這一段其實 活力十足 然後我發現你的氣很長欸 我這一段 這首歌真的不好唱 而且 歌詞多 然後又長 然後又好幾次 那你每一次我都想說 哇 你的氣夠不夠 因為還要跳 但是我發現你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一個表演 好 很棒 很棒 謝謝老師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 莊振愷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挑戰了國際標準舞的恰恰 鄭凱這首廣場舞的歌曲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1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接下來王建復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表演 點燃了所有媽媽的少女心 王建復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謝謝 70 80 90 91 91 92 小樹田歌手 恭喜得到92.4分 是 老師 厲害了